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川普的说法 他的核心放在了这个巴雷特身上 当他的重心转到巴雷特身上的时候 其实他在回归着这件事情的起始 就是金斯伯格的死是天意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转个推 川普他说他们被抓住了 他们被抓是指民主党 他说因为我们赢的太多了 我们赢的多的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所以呢 他说最后呢 他们已经就像深夜的垃圾桶一样 已经变成了疯狂 川普赢的太多 我们早在一个月前 当这种事情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 我们当时跟大家解释就是 在佛州跟爱荷华州的 他的推迟的表现 证明川普赢太多了 川普赢太多 奥巴马应该罢手 奥巴马不罢手 非要干 就干成了今天的样子 所以在昨天的推文中 川普就嘲笑他们 因为他深夜要去拉选票楼 帮你添选票楼 所以他就是深夜的垃圾桶 他们变得极其的疯狂 而川普转的推子 是这个推子 这个推子就蛮有趣的 现在的在川普身边支持川普的人 叫做爱国者 不叫共和党 爱国者 车轮轮子掉了 他大概的意思就轮子掉了 那川普那种令人难以 就是难以想象的 那一份高昂的斗志 让美国再伟大的高昂的斗志 席卷了整个 在大选中席卷了整个的这个选票 选民的选票 那使得民主党人的疯狂 而失去了理智 大概是这样 疯狂而失去了理智 DJT呢 我不知道他代表的是谁 但关键他下面用这张照片 法官火眼金睛 巴雷特 这是川普转推的 那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这是川普 这是川普昨天回归到这件事情的本源 金斯伯格的死 才会有巴雷特的出现 金斯伯格的死是神出手 当人们意识到 当川普也意识到 巴雷特可能是最高法院最后的代表的里面背后有着神的概念 这是昨天在12月8号大概下午两三点钟出现的说法 所以很显然 川普仰仗希望最高法院最终给予结果 最终是这么个做法 那跟我刚才解释的概念是一样的 最高法院认为德州的案子远远超过单一一个宾州的案子 那伴随着德州出来十几个州都是共和党的州 跟随德州状告那四个州 那四个州告完了 整个全国的大选就废掉了 所以要明白了 川普的与整个大选大概有50多个案子 啊 状告的案子有50多个 你看到的在六个州都出现了 有川普自己的 有川普团队的 那有鲍威尔的 有林伍德的 还有其他一些个人的 这些是烘托的场面 是一种天意 不在案子的本身 而在于美国人在这个过程中要认识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进入白宫的过程 遍布着美国的各个角落 这里讲的腐败 被川普称为的腐败 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荣食 魔鬼在统治着美国 真实的表现 透过这次大选完全展现出来 是人觉醒的过程 我个人从来不会相信人是主动觉醒的 因为生命的形式是这么来的 所以那种主动觉醒的 除非他有使命 他有了真正的使命 人说什么叫真正的使命 那哪吒是他的师父 太乙真人 让他身边的弟子让他脱生的 他脱生的原因是原始天孙跟太乙真人说 让你的徒弟去脱生 等着 那叫使命 对不对 那他才有能力 把自己的肉身 切了咔啦一切本给他跌了 我跟你没关系了 所以哪吒跟二郎 跟这个托塔李天王 在这个陈塘关的故事 是一个人摆脱肉欲 能够超越自己的过程 这是川普的律师 在昨天 他在推特上就转了整个德州的这个case的本身 昨天上午10点 德州case就是告到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当时的那个那个状址 那他也知道这个东西就变成基点很高了 那其他的案子就成为一种烘托的案子 这是我跟大家介绍 他昨天德州这个case流动的过程 大概到昨天傍晚 有些媒体反应过来了 这是Newsmax 说所有的案子 德州撞到最高法院的case 所有东西都合成这一个case 那合在这一个case里头 将结束在这一个case里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介绍那个当时的状况 就是12月8号成为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当美国选举的制度当中 选举的程中 把它称为安全港的书 是第一个在有关司法角度上 有着法律背景含义的书 德州以这样的方式出手 就废掉了 宪法以下的所有的日子 包括各州要在12月14号 拿出选举人的概念 其实就给废掉了 它将意味着 最高法院要在14号 要在12月14号之前 拿出意见 那目前最高法院下达的规矩 在明天 今天是9号 在明天10号 10号下午3点前 密歇根州 威斯康星州 宾州 就被他告的这4个州 必须在下午3点前 做出回应 他们的州政府的 选举委员会的律师 要回复最高法院的询问 面对人家告你 你怎么办 你得给个说法哦 所以明天下午3点 如果他给完说法之后 明天会不会出现结果 或者到了星期五 才出现结果 有可能 12月11号 如果12月11号 他最高法院出现结果 12月11号 是12月 12月里面的子月 今年是庚子年 是子年 12月是子月 到了12月11号 对不起 是子日 三个子 三个子就给凑在一块了 如果你要这么算的话 其实在明天夜里的13点 明天夜里的11点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21点 就进入了12月11号的子时 前一天的夜里11点 到当天的凌晨1点 这是我们通常说的子时 所以他会不会真正压在这些子时上 子日上 给我的感觉 跟他行走的时间 是差不多的 昨天晚上 那参议院的议员 司法委员会的委员 克鲁兹 他自己呢 是德州来的 他是德州历史上 时间最长的检察长 那他在德州 状告这个 提案的在最高法院 那克鲁兹呢 自己说呢 他愿意代表德州 到最高法院 来出庭 你得有律师出庭嘛 对不对 而他的身份 他的背景 他来自于德州 那以及他在过去时间里 多次在最高法院 赢得了官司 确实具有他的身份 跟他具有他的价值的本身 确实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帖子 川普的这个律师 叫什么 珍娜 那他在昨天上午的时候 在宾州的案子 被高等法院 所谓打回来之后 他就特别重申 你要知道 有关高等法院的问题 新闻媒体都在胡说 直接讲都在胡说 最高法院 只是取消掉 他紧急状态的说法 却维持着 对案子的本身的接受 并没有取消该案子 这是华盛顿 叫华盛顿 最高法院 拒绝了拜登 在宾州获胜的案子 根本没有 这都是美国大媒体 他只是取消了 紧急的概念 案子的本身 依然存在 要压在德州之后 但他报道不是 他办到 他的报道说 拜登赢了 川普输了 这是我们通常 美国人看到的主流媒体 今天的美国社会 就到这份上 所以大家要明白 当你看到的 所谓主流媒体的消息的说 人家在把你当成猪在骗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